高雄市議會14號通過決議 支持立法院推動刑事立法 嚴懲參與活摘器官惡行的人 此提案由跨黨派議員共同連署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表達支持 健保資料庫曾統計 臺灣境外生移植病患 有九成前往中國大陸 然而中國器官來路不明 不少證據顯示 中共強摘活人的器官盜賣 這個是大家不樂見到的 從來沒有過一個國家的政府 是用國家的機器在對老百姓的器官 進行這種國家犯罪式的 然後這個來摘取 這是極為邪惡的一件事情 必須要站出來制止 呼籲就是全台灣的各個縣市 加入這樣的一個行動 共同的來響應 這是一個全球反活摘立法活動 台灣立法院也在推動打擊及防治活摘器官法 即使在中華民國領域外 本國人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 犯活摘器官罪時都適用 並且免除追溯權和行刑權的時效 包括台北 新北 桃園 台南 台中 高雄 以及基隆市議會都以提案表達支持 支持立法 變成活摘器官 新唐人 亞太電視 李娟榮 曾一豪 曾永如 台灣高雄報導